今天交给建凡来告诉我们这起案件目前的最新发展 好 徐福早安 观众朋友大家早安 这个晚上确实非常的平静 很多人可能正在房台 但很多人看到这条新闻也都吓坏了 特别是每天会搭乘台铁通勤的观众朋友 这个时间呢是发生在昨天晚上大概十点钟 也就是呢台北市陆陆续续有开始出现风雨 同时几乎全台各县市也都已经宣布 明天停止上班上课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呢 在台铁的松山火车站 一二五八次的列车被人放置了爆裂物 为什么我已经直接这样讲了 那是因为警方的专案小组其实稍早之前已经证实了 这一起爆炸事件并不是这个火车本身机械故障所造成的爆炸 而是确实有人去放置了一个爆裂物 那现在也已经锁定了相关的这个嫌疑的人事 只不过到底他为什么要去放置这样的爆裂物呢 目前真的是后续还要持续的办案当中 首先第一张照片带大家看到这个就是事发的这个车厢了 第六号的车厢 在一个门的上面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行李架上面整个被烧黑了 那目前看起来呢 这张照片已经是比较清楚的 最主要原因是其实在爆炸第一时间发生的时候 整个列车里面的是断电的状况 是一片黑漆 然后呢就民众当然听到了爆炸的声响 看到了火光 同时列车就变黑了 非常的惊恐 立刻就窜逃了 那后来当然把这个电通上之后 大家就可以看到 在这个行李架上就是起火的地方 那看起来应该就是有人在这边放置了一个爆裂物 所以造成了这样的状况 在车厂之前我们也访问到一位民众 他是说当时他感觉到 他的头上有火瓜 那这一张照片应该就是这个消防监事人员 刚刚进入这个事发车厢 当时电力还没有恢复的时候 他们必须要透过手电筒 来在地上寻找一些相关的一个证物 看看到底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一开始确实大家会觉得说 是不是这火车发生了什么故障 才会爆炸的意外 但后来证实应该就是有人恶意的放置了爆裂物 看这张照片大家可以看到 整个车厂里面布满了白色的粉末 一开始大家会说是不是白火药 但现在也得到证实了 这些白色的粉末是 当时包括了台铁的人员以及民众 他们用这个干粉灭火器 在协助灭火的时候 流下来的这些灭火的这个里头的一些粉末 并不是炸弹的粉末 所以并不是白色火药 也不能完全排除了 因为目前警方还在了解后续的一个状况 而这张照片他也看到这个玻璃整个是被炸碎的 所以为什么警方一开始就锁定 应该是有人为放置爆裂物的爆炸 最主要原因是这个整片的玻璃都被炸碎了 然后呢也有起火的状况 所以现在已经锁定了一名嫌犯 这是目击者提供的 说有一名40岁左右的黑衣男子 他进入了这个台铁的车厢 然后放置了一个黑色的背包 然后不久之后就传出了报告声响 那根据了解这个背包里面有什么呢 警方在现场已经找到了一个直径6公分 长度大概15分公分的钢管 稍早之前刑事局的办案人员 这个防暴小组的长官 也特别拿出了这个钢管 希望这个所有电视机层面的观众朋友 如果有看到的话 麻烦请您把相关的讯息提供给警方 或者是提供给总结新闻 我们也会协助您报案 因为目前就是要协讯 到底是谁带了这个直径6公分 长度15公分的钢管 同时它里头还有用胶带给密封住 所以可见在钢管里头应该就是火药 那到底是怎么引爆了呢 目前看起来应该是一个点火式的引爆 只是到底有谁有没有看到 当时是怎么样点火引爆的 这个钢管炸弹的 现在警方需要非常非常多的线索 提醒各位观众朋友 也拜托您帮忙警方来搜寻号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这个画面 就是从这个事发之后 当然在这个伤患都已经送到医院之后 刑事局的鉴定人员就要赶紧的来到现场 搜寻一些相关的证物 所以三早之前包括了地检署的检察官 就指挥了田路警察局 这次毕竟是在台铁发生的事情 刑事局台北市警察局 成立了一个洞悉洞悉的状案小组 这个状案小组刚刚在这个松山派出所这里 其实松山分局这里 其实会议已经开完了 得到的结论就是 确实是有人恶意的放置了炸弹 放置了爆裂物 造成这起台铁的爆炸意外 这是到底原因为何 目前还有待追查 那到底是不是恐怖攻击 刚刚大家也都问到了这个交通部长贺成 但他个人是非常的低调 并没有提到恐怖攻击 但如果真的是恐怖攻击的话 那这个必须要办案的层次 就要提升到国家安全的一个等级了 所以稍早之前在刑事局开的这个专案会议当中呢 包括行政院的国土办公室 也已经有派了副主任来参加 那总统蔡英文他也已经指示哦 说这个国安会 总统府的国安会会透过国安局进行综合的整理 勤资的一个工作 毕竟这假设真的是恐怖攻击的话呢 这个非同小可 这国安单位必须要立刻启动相关的一个机制 不过回过头来讲 如果他不是恐怖攻击 那显然这是一起非常恶意放置炸弹的行为 为什么这样讲 就像一开始我刚提到 其实这是一个台风业哦 同时各县市政府几乎都已经宣布 在星期五这些天停班停课了 那这台火车上 这个车厢里头的20多名乘客 应该就是在这个时间点赶着要回家了 回家躲避台风了 当时心情应该是已经相当放松 所以可能很多人没有注意到 有这样一个合一的人士 带着爆裂物件的火车的这个车厢当中 而且今天晚上 因为所有的就各单位 包括了警 包括了销 通通都在防台准备 很多地方都在进行防台工作的时候 显然大家对于这火车上面 可能就已经有些松懈了 所以显然这个人 他是有计划性的犯案 假设他真的是恶意要去放置这个爆裂物的话 应该这个炸弹客 他是一个计划性的犯案 他挑了这个时间点 挑了这台火车 甚至是或许他已经观察了 很一阵子 觉得这是一个适合放置的时间 只不过到底呢 他的这个动机为何 现在要赶快找到这个40岁 这个穿着黑色衣服 当时各位观众朋友 你有在松山火车站吗 或是在前一站的台北火车站 有没有看到这样一个男子 他背着一个黑色的包包 麻烦你提供相关的线索 照片影片 甚至是你描述都可以 您现在看到 您可以打电话 这个是警方提供的电话 02-2761-0250 把你看到的状况告诉警方 或者是您可以提供相关的线索 给中片新闻 那另外这一名男子 他这个当中所放置的这个爆裂物 现在已经确定是一个钢管 在钢管里面有炸药 那到底这个钢管里头的炸药 是什么样的成分 当然见识小组 目前其实局还在进一步的 这个了解当中 那到底是用爆竹引爆 还是点火引爆 现在众说分屏 行事局也还没有进一步的说明 但总之应该是用一个 不是没有用定时的炸弹 他不用定时引爆的 他是有人为引爆的 所以这个人到底还有没有在现场 目前不知道那到底是恶作剧 或是有任何的意图 或者是甚至是进一步的恐怖攻击 现在其实全台都已经动起来了 台北市市已经派出了 他们的这个社会局长来慰问 那当然台北市长也有亲自到医院去探视 那包括了行政院 行政院市已经派出了 这个国土安全部 也都已经进入了整个专案小组 那当然还有就是总统府层级的国安会 也已经进一步的进行了解了 紧急医院中心目前在处理当中 当然一方面要这个持续了解受伤的民众 他们的伤势状况是如何 当然一方面办案的情况是最最最重要的 因为这个可以说是这么多年以来 台铁第一次遇到这么严重的爆炸事件 而且是恶意的爆炸事件 当然之前曾经被放置过爆裂舞 但都是警告意味浓厚 但显然这一起造成了25个人受伤 是非常严重的一起事故 截至目前为止 这应该是台铁爆炸 最严重的一起事故了 所以这个检警单位不缓掉以轻心 这个台风夜 昨天是文部搜播呢 很多人是在防台 那当然这个相关的这个建设单位 还有办案单位 这个夜里当然也就 这个进一步的会议结果 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最新的结果 可以提供给大家 我们会随时为您做掌握 但还有一连串的相关的这个报道 我现在先把时间交还给许富 好